執行長 你才剛從總公司調派回來 就抽查員工的置物規 這樣好嗎 你只要把我交代的事情做好 其他的事情就不用擔心了 我知道你剛剛 被院長談完在 沒有吃到點心 這是你最愛吃的可鬆麵包 我想把我的留給你吃 這個林小如 我已經警告過她很多次了 這物貨一定要整理乾淨的 可是 小如 還是跟以前一樣 Daniel 你跟這個林小如 過去究竟是 她還是有這次回來的目的之一 我一定要你 我一定要你 對你所犯下的錯誤感到後悔 執行長 如果你要發獎金給我 不用那麼麻煩 你可以把錢交給會計 我再去領就好了 不用這樣特別開支票了 林小如 在你心目中 獎勵就等於獎金嗎 有沒有什麼 能讓你感動的東西 比獎金更有意義的 比獎金更有意義 獎勵 放假 好 我問妳 剛剛如果妳沒有背馬伯伯上來 妳一定不會遲到 當下妳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沒有想那麼多 反正我只知道 我不可以丟下它 妳不可以丟下它 妳的意思是說 妳這輩子都沒有丟下過任何 任何人 林小如 妳看好 這就是我給妳的獎勵 還記得我第一天到固有院室 妳就是用她告訴我 我並不孤單 妳說OK蹦是要給我的獎勵 對 這樣子人家就不知道妳破了個洞 妳知道嗎 知心長妳幹嘛 這樣很醜 哪會 我覺得這樣很好看 我括話破掉再換一條就好了 妳幹嘛撕掉 妳不要撕掉 妳這樣很好看 走開 我現在才知道 你是那種喜歡扯女人絲襪的變態 我 我哪是 你 妳先給我出去 妳先給我出去 知心長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妳說的獎勵就是利用職權 對屬下性騷 也許沈蕙琴會很喜歡 但是我林小如 不吃這一套 真的都記不起來 怎麼辦 早餐 早餐今天也跟清潔工 我找不到妳那隻截子 可能不見了 什麼孩子 就只是想要在這裡坐一下 那正好 我再調時差 不接一陪我坐一下吧 我忘了叫我不要跟妳講話 今天我錯怪妳了 妳好像沒有我想像中 這麼糟糕 我就是這樣子 說話從來都不經大腦 別介意 其實我跟你一樣 一直在找一樣非常重要的東西 一個屬於自己真正的位置 一個小時候非常重要的朋友 她為什麼不信守承諾的答案 有沒有那麼糟 又不是世界末日 就算找不到答案 妳總有喜歡的人吧 下次妳看到妳喜歡的人 仔細盯著她的眼睛 因為在她的眼裡 妳會看到真正的自己 那裡 就是屬於妳最好的位置 我們又不可能討好所有的人 所以 只要能好好的為自己所愛的人活著 這輩子也值得了 我沒那麼厲害 這是一個我很崇拜的老先生 曾經跟我說的話 是我們過月的聲望院長 這個 送妳 謝謝妳幫我找戒指 吃了 這可頌 你不會沒有吃過吧 吃 我當然吃過可頌 我的意思是 難道妳都會帶著麵包在身上嗎 不是 這是我同事蔡孟君 她最近不知道是什麼佛心來的 每一天都會在我的置物櫃裡面 放這個可頌 可能 是她知道我最近心情不好 又知道我喜歡吃可頌 所以想要給我驚喜吧 我剛來這邊之前 有去置物櫃找了一下戒指 所以就順便把她帶來 妳的櫃子還是跟以前一樣亂吧 如果現在 那個人在就好了 誰 小時候一個總是幫我整理櫃子的男生 後來他去美國了 其實她就是被我丟下的人 難道妳都不想找她 不想知道她夠得好不好 或是對她有一點點的歉疚 拜託 我討厭她都來不及了 還去找她 我如果一直在亂 我花三十秒就可以找到 我想要的東西 她幫我整理之後 我還要花十分鐘才可以找到 我說人活得好好的 幹嘛老是活在過去呢 對過去的事物 在想你又怎麼樣 太陽還不是照樣生氣 你是這樣看待一個 被你丟下的人 難道跟他有關的記憶都消失了 你都無所謂 你幹嘛那麼生氣 沒有啦 沒有啦 我的意思是說 既然你這麼討厭他 你一定還記得他的名字吧 讓 叫 王金吐吧 曾經我把你看得比我自己更重要 而你到底把我當什麼 這麼多的提示 你連一點點我們小時候的事情 都沒有想起來嗎 你不僅狠狠的把我拋下 忘掉我們的一切 你甚至連我的名字都說錯 他叫王金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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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們一個一個長大 一個一個離開了 你不是也變了嗎 你看 你長這麼大 又長這麼高 這麼優秀 真值得人驕傲 就像這棵樹 當年你跟小羅兩個合種的樹 怎麼可能 我被送走了那天 他把樹毀了 其實那天你離開之後 這是小儒最喜歡的一棵樹 她每次打電話回來 向我問安 然後就問這棵小樹好不好 我就快吃這棵小樹的醋了 我最搞不懂了 為什麼你要我隱瞞 你所有的行蹤不要讓她知道 因為 她背叛了我 小儒知道 你比她更期待一個完整的家 所以她才這麼做的 因為你是她最重的朋友 所以在你離開之後 又把樹重新種回去 對不起 林小儒 對不起 先生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請問一下 小儒 翔璐 對不起 院長都跟我說了 我不知道妳為我做了那麼多 是我太笨了沒有早點才去 沒錯 我是精髓 這次我不會放開的 就算妳把我推開 說一些難聽話 我都不會放開的 金水 我 最近長了 我不要 你先放開我 我不要 我不放 你先放開我啦 我不要 你先放開我 我不要 放開你 害怕我老婆幹什麼 又是你這個跟踪狂 到底想怎麼樣啊 老婆 跟你一起假結婚 捲入你跟明魔的愛情遊戲 沒有資格叫他老婆 怎樣 這幹什麼 宋傑秀 他就是我跟你說的 那個小男孩 蛤 OK 我告訴你 不管你是他的老闆 還是小時候的老婆 我告訴你 這個女人 現在是我的老婆 你別想動她的歪腦筋 早 老師 你怎麼還在這兒 書館會又二十分鐘之後 在會議廳舉行 怎麼樣 這麼迫不及待看到我 你還有心情開玩笑 你不知道你媽媽病危了嗎 我知道 我看報紙了 你家人沒有通知你 要立刻趕回去嗎 沒有 沒有人通知我 這個時候還是不要出現得好 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是有什麼好奇怪的 我說是畢業之後 不過只是幫家族賺錢的工具 不管我再怎麼努力 他們始終把我當外人 不過這也不能怪他們 畢竟 我跟他們沒有許多關係 家對我來說 只是睡覺的地方 所以那天 你才會在樓梯間裡偷偷的嗎 其實 夠了 這個時候你可不可以 不要管我的事 會議照常舉行 我只是需要一個人接人 金帥 妳知道嗎 這家族這麼大 只有媽媽把我當成她自己 親生的小孩 拿走嗎 老婆 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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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媽媽 抱歉媽咪 自從我被我爸丟在 一個故意的門口 就只有媽咪 她是最愛我的人 如果她揍了話 就是剩我自己 不會 你還有我 還有聲望院長 不夠 對我來說 這都不夠 我要你永遠在我身邊 一直留在我身邊 你先替我算 我知道你現在的心情很亂 但你也不可以隨便在別人的身上 尋求慰藉 如果你想利用我對你的關係 那我很同情 那我很同情 我知道我太衝動了 可是我一點都不會感到抱歉 你我也不是別人 你是林曉露 當我被丟棄在顧兒院門口 無助難過的時候 給我依靠的林曉露 就是因為我們曾經有過相應為命的日子 所以你才根本能破壞她 原來她沒有這樣子過去 我完全明白妳的心情 因為我們曾經都是被丟棄的孩子 所以當我們遇見願意愛我們的人 我們就不會放開手 因為我們有多害怕失去的痛 但你也不可以自私的 完全不在乎別人的感受 你知道嗎 我就是因為在乎 所以妳應該更清楚 我沒有利用妳 我愛妳是真的 我難過也是真的 媽咪要走 我沒有辦法 但我至少可以把妳留在我身邊 妳的堅強很正經 這次回來 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妳 妳應該知道 我下次沒有宋楊雄了 除了友情 其他我什麼都不能給妳 我不需要同情 我也不需要友情 我要的是愛情 我要妳在我身邊 我要妳在我身邊 要妳在我身邊 宋楊雄 她什麼東西 她能給妳 我能給妳十倍 甚至於百倍 不是誰給得多或誰給得少 就是衡量愛情的標準 重要的是 妳能夠為對方付出多少 生命給了我們利用 生命給了我們利用 可是沒有教我們該怎麼走 所以在情感的路上 兩個人必須風雨同舟 因為愛情是一種預見 不能等待也沒有準備 我喊宋楊雄就是這麼存在著 妳明白嗎 我看妳的會議先取消好了嗎 妳現在需要冷靜一下 我從來沒有後悔 重新遇見妳 因為妳永遠都是我 最重視 最關心的朋友 妳先來接近 妳曾經說過 在妳喜歡的人眼裡 妳可以看到最正式 是妳美好的自己 今天我看到了 妳可以否定我愛妳的方式 但妳不能否定我愛妳的心情 妳跑去哪裡 妳知道我找妳找得很久 我遇到一個麵包之神 事情就是這樣 所以我不會做出 傷害自己的事 我會照著她的話去做 重新開始 尋找下一個希望 我本來想像那些 芭樂的偶像劇裡的男主角一樣 趁情傷衝出來保護妳 還是晚了一步 所以之後打算怎麼樣 我曾經覺得自己可以是宋傑秀的後盾 我曾經覺得自己可以是宋傑秀的後盾 永遠陪著她支持她 但現在我的存在 是她痛苦的原因 但我寧願自己從來都不曾存在 所以我現在唯一的打算 就是安靜的 從她生命中消失 妳的意思是說 妳想悄悄的離開 不告訴宋傑秀 如果她知道了 一定會選擇繼續痛苦 不讓我離開 我不要看到她這個樣子 所以我要去一個她找不到我的地方 這樣吧 跟我回美國 反正我這趟 本來就是為了妳回來的 但媽咪最近身體不太好 我要回去一趟 美國夠遠了吧 遠到讓她找不到妳 既然妳要離開 跟我回去 反正我媽咪應該也很想看到 她未來的媳婦 我說過了 我對妳好處 知道 我是開玩笑的 我不會稱人之為 雖然我不是神 我也不是上帝 但我至少可以當一個 讓妳打順風車的小天使 帶妳去妳想去的地方 重新開始 好 我跟妳走 其實妳現在後悔還要累積 說要帶我去美國的人是妳 怕我後悔的人是妳 妳怎麼那麼奇怪 我只是不想要妳做出 一輩子後悔的事情 老實說 我現在開始捅進宋傑修 因為現在的她 就像當時的我了吧 莫名其貌被妳推開 我很瞭解這種感覺 可是妳也找到非常疼妳的媽咪 是嗎 所以我相信 宋傑修有一天一定會找到 屬於自己的心 我就這樣帶她走 那我 妳想要留下來也可以 但是我相信妳 這一次 她怎麼樣也不會被妳帶走 蕭露 妳還需要搭順風車的小天使 對不起 對不起 不要跟我對不起 妳這樣子會讓我覺得妳甩了我兩次 所以這次是我要離開妳 妳們兩個感情之後出了什麼問題 妳就不要跑來沒過找我 所以妳們兩個最好給我幸福一點 妳還是傷了麻醉 放了自己 放了回憶 放了世界 不過如此而已 多少清醒 多少風景 再放了之後才清晰 放了自己 放了回憶 放了那陪不上妳的傷心 你給決定 別人最愛是她 別人最愛是她 有什麼的自己 我還沒給我 有什麼的 OK 你有過期待 也有過等待 邁強熱血之無奈 因為愛情是一種遇見 不能等待也沒有準備 我和宋潔修就是這麼存在著 我從來沒有後悔 重新遇見你 因為你永遠都是我 最重視 最關心的朋友